好,这里是东南亚服啊,今天刚刚更新完,然后的话,东南亚服因为战国的健好跟养师进行了祭改,那么他就会有一个补偿的奖励,他是在任务里面的,那他是有这个极限斗燃加速器,活动戒指的选择券,然后就项链蓝, 有8个扩展券有8个,然后极限乘两秒,十个,还有一个,要是选择券可以选台风,那台风加上那个马车的那两个,刚好三个,那我时间应该可以升级, 渡家 啊就这样子 那剩下的话其实可以我看来再能不能领这个因为如果 因为这次是有斗染了 上个版本有个斗染他公告说如果使用过啊不能再用 什么剩下了啊给小号来用 这样子了 然后的话 这次 也更新了之后后面的一个 小游戏跟 那个打怪的方式都会变 打怪那个技能 也是变了 另外再做另外一部视频出来 召唤那个乐手然后就啊跟平常一样 平常一样啊 每次更新都会送一些东西 这个是感谢箱感谢箱里面就经验值跟 建许跟掉落绿券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的那个徽章 神秘徽章还有荣荣荣荣药勇章这样子 准备给小用 然后这个是这这七天 这个是最近七天的一个登陆奖励 因为它是东南亚服的6月23日17周年 所以他有一个感谢奖励 这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送的是三倍经验之权 这样子 这就是他们奖励